学生穿上检察官的法袍 感觉很生气 我今天扮演的是法官 然后我就觉得法官 那个可以管那下面的人 当法官会是威风 威风 那如果说可以选择的话 你想扮演哪个角色 还是律师 为什么 因为律师可以去帮人找回一个公道 然后功德蛮大的 为了让学生认识法律 知道如何为自己争取权益 法福南投分会与亲爱国小 办理法治教育教学活动 带学生到法院进行模拟法庭 扮演审判长 检察官以及律师或被告 让学生知道法院的功能 不仅是审判犯罪的人 自己的权益如果受到侵犯 也可以透过法律诉讼来解决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模拟法庭的演练 让我们的原乡小朋友 能够更了解法律 那经过这样子模拟法庭的演练 我相信他们对这个法庭的活动 也就是法官扮演什么角色 检察官扮演什么角色 律师扮演什么角色 在法庭的一个各个角色的扮演 透过这样子的演练 他们一定能够更了解法律 应该是让他们知道法院是 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运作 然后对法院不要太害怕 自己有需要的话 可以请法官或法院来这边做帮忙 如果遇到有一些 受到别人的欺负或什么之类的 离开课堂上直接到法院 学习法律知识 让学生体验司法人员的工作 也加强学生的法律素养 记者No 南投仁爱 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